字幕翻譯 What the hell is that's about? 嗨 大家好 我是A1 今天再次挑戰 月下的名額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基本上 輸贏啦 五分台啊 很久沒打五分台了 今天介紹有一場神機之養 月下的主要的背景故事就是生活在最原始的世界裡 需要面對無數挑戰 主要是靠獵殺這些動物為生的獵人們的故事 月下的遊戲流程 基本就是從一般場景進入前兆或是高雀場景 成功後獲得Bonus的流程 男女公寓流程 真的好啊 不是喔 哇 真的身材 是真的好啊 Chris 接前兆場景 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前兆場景 那前兆的基本是進入討伐任務 那我們會對決一個魔物 當打倒魔物的話 就會獲得Bonus 這裡最重要一點啊 就是看右上角 就是魔物的血量 把這血量的情況寄獲得Bonus 這一格 哇 這個是大機會啊 哇 不簡單 這樣會虛 喔 你再抓個龍頭 齁齁齁 彩色的 啊 復活啦 這魔物就失敗啊 塞過啦 啊 那黑靶啊 對決土砂龍啊 那Bonus啊 共有14頭魔物 我們去挑戰 Bonus中有三個不同的模式啊 紅漆 藍漆 或者是黑靶 那黑靶 那黑靶通常是20到30 平均80到100 那紅漆呢 40到50G 平均是130 那藍漆就是60G到100G啊 那平均是180 那龐拉斯的目的啊 就是打倒魔物啊 那除了足腳之外 還有9個夥伴 會一起參加討伐 那每個有不同的武器特性呢 以及對抗魔物的相生相克 那如果來的夥伴齁 是克魔物的話 就是好機 那如何分辨呢 很簡單 就看你左上角 那角色的名字啊 如果是紅色的話 那就是相克 那我像我現在就是有相克的隊友 那看畫面的右上角 當保證居宿 未歸以前 都有討伐的機會 那當居宿歸零呢 就會突入危險 像現在這樣 那魔物這時候 才有機會跑掉 獲得火藥桶 應該就成功了 第一頭魔物 那今天要正式進入的 屠龍之路啦 火龍啊 一隻在空中的王者 但他都不會飛來 他只會坐在地上跟我們打 啊 目前有一個隊友 拉羅 拉羅用了鼻子的聲音 讓火光的風提力上升 他克的主要魔物啊 是土砂龍 毒怪 龍和遜龍 所以這隻火龍 並不是相克 所以他名字 還是白色這樣 這砍得有點順啊 喔 隊長來了 拿了長槍 像風一樣的男人 喔 團隊攻擊很好啊 畢竟 一個人走得快 一群人 是我的殘緣 哇 鬼人要 這個酒 這個有時候呵呵都不打 看來 又是成功討伐啦 喔 團隊攻擊 討伐魔物成功啊 就會獲得播取機會 那播取機會啊 啊機率抽選到 啊 bonus 紅七或藍七啊 今天我的第三戰啊 角龍 對戰角龍啊 這是沙漠中的暴君啊 防禦力極高 但攻擊偏弱 反正這頭是有得改善的 協助的夥伴最多就三位 加上主角四果 目前全員到齊啦 中毒啦 血是真的厚啊 砍都不太掉血 啊 介紹一下 夥伴槍武 他的特殊技就是讓魔物麻醉 香客的角色啊 有金火龍 角龍 爆炊 這個槍很容易讓魔物麻醉 我的討伐之母 結束啦 啊 那進入賓果 啊 這期待度40% 啊 那這個賓果任務啊 顧名是一張3x3的賓果 跟上 他連線啊 就獲得bonus 那他如何獲得數字呢 當中毒 play的時候 就會抽選一個號 那拘束未歸零 都有機會獲得 啊 當拘束歸零 未連線 那就挑戰失敗啦 我現在停牌啦 56號 哇 哇 山洞啊 一隻有毒的動物 但他平常蠻會重的 啊 要走的人 我們是留不住的啊 掰掰 剛剛我們講到 討伐任務分兩大塊 一個是討伐魔物 那另外一個就是 尋找雷狼龍 共有20G的機會啊 尋找 那尋找到就是bonus 確定 兄弟們啊 好久沒尋找雷狼龍了 啊 不是要找你啊 全身充滿雷電的龍 全身充滿雷電的龍 出來了 128G啊 在天國內 那我印象中啊 有一種很厲害的模式 就是雷狼龍模式 但我還是搞太懂 啊 懂得兄弟就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應該一定是 南七連線啊 對決雷狼龍 那保證的G數 就是60G啊 好 瞬間開始 今天的第六戰 迅龍 對決迅龍 魔物中身手最好的龍 但不知道為什麼 很容易掉入陷阱 這個叫做部位破壞 當部位破壞就是當獵人用牆攻擊的時候 魔物的體力又剩下50%以下進行抽選 那月下最緊張就是這裡的 一刀天堂一刀地獄 這就對了 喔!水! 團隊合作啊 這樣我就抽選兩次BONUS的機會了 多取機會 好! 好! 那就庫群加一啊 我看 還沒有介紹就掛啦 它叫絞龍 聽說它很硬 迅龍 哇! 這裡叫做陷阱 阿魔物無法動彈 不斷的馬達馬達 還沒馬達到就掛了 喔!水啦! 額外抽選褲子 哇!金色的彩波啦! 哇! 好久沒看到彩波啦 啊! 彩波就是一個可以大量獲得庫存的模式 但也不一定啊 有人只抽選到一隻的 這台可是二頭一的啊 一轉是15塊台幣 打台休閒娛樂 打大娛樂 打大娛樂 沒用啊 最後 有一天還是要綁回去的啊 好! 開始要播 採播啦 抽獎啦 一隻 哇! 共四隻 好! 可以接受啦 拉拉唱起 狩獵 12 大幅提高 攻擊力 這樣 常常這種團隊攻擊 才是比較好 不是 下一站 對決 黑人龍啊 隊長衝啊 哇! 隊長帥啦 哇! 緊張啦 只... 卡馬達 哇! 安心的感覺 真的好啊 好! 突破一千枚啦 哇!今天感覺不錯 來個大狩獵吧 來個大狩獵吧 哇! 第八戰 金火龍啊 金火龍 他是西少種 金火龍來啦 那金火龍跑伐成功啊 就會獲得採播啊 其實月下啊 對我不錯啦 我玩月下勝率蠻高的 之前兩部月下雷鳴的實戰 兩次都是勝利的啊 真不愧是我的粉命台 那還沒有看過前面兩部的影片啊 也可以去看看啦 謝謝各位 認真來塗一下金火龍啦 啊! 啊!介紹一下這個角色啊 他叫 大刀女 他的技能就是 集氣攻擊可以大傷害 他相剋的魔物有 火龍 金火龍 跟風龍 啊!這次有兩位相剋的隊友啊 金火龍 也是跑不掉的 哇! 這個是我的隊長 又老大 應該是陷阱 欸! 哦!陷阱 水 接下來還是 進入這個 またまた 時間啊 哇!這次要打贏啊 哇! 哇!順順的 我們來看一下整個金火龍的屠龍過程 哇! 剩最後一顆血啊 加油啊! 加油啊! 哇! 哇! 馬癖啦 好啦!就 穩了吧 穩得有兩種啊 好啦 那就再次獲得採播啦 感覺狀況越來越好啦 有沒有感覺前面有四隻算是不錯的啦 可是對決雷狼龍啊 軟的時候是真的軟啊 瞬間屠殺 對決前口龍啊 那這隻前口龍啊 一隻沙漠中不斷進化的魔物 好 那結束的時候啊 都握一下龍頭 那會出現一些比較特殊的畫面 那出現多人以上啊 或者是魔物 好 請用力的打下去 那一直屠龍啊 那這裡大家跟大家聊一下 2014年 國青的所有有名的機台都在正面出身 當年有 銀瓦 集中級 甲克 長天之犬 戰果山 上班族翻唱 道神級 新超級頭腦 當然還有今天的月下人 那不說不知道啊 一說下一條 那2014年台台式神機 那還有另外兩台神機 我們也介紹一下就是五萬枚神機 必殺四四人 星際流戰 我聽過這兩台都破過五萬枚啊 那 破五萬枚的隔日啊 應該是在大海裡面沉睡啊 不知道各位台友有沒有聽過這兩台的故事 哇 趕眉結束了 剩兩隻啊 他的有剩 現在美術來到千八百多枚啊 緊張啦 對決爆錘龍 爆錘龍的特性呢 就是他長長的下巴 那介紹一下其他一些道具 那毒刀就是使用後魔物會中毒 每一局就會受到一些傷害 那閃光彈就是魔物會進入暈眩的狀態 我方的攻擊次數會提高 那麻醉啊 跟陷阱很相似 就是讓魔物無法動 任我們掌割啊 那鬼人藥啊 就是我方攻擊力全部上升的藥 那還有一個叫回復藥啊 那回復藥就是回復我方的體力 雖然我不知道那有什麼用 這個是小刀可愛女啊 他的技能就是讓魔物睡著 那香客的角色啊 毒龍怪 鬼錘怪跟恐暴了 啊對喔 今天還沒看到恐暴了 那邊吃個手 Evolution 化眼減 那邊吃個手 然後進去 好強烈 那邊吃個手 幫忙 從來 T It's 從來 過程 может 哇,飛走了啊 其實我也不知道還有幾隻啊 破兩千枚啦 又是雷狼龍啊 哇,來到禪地區啊 雷狼龍雪還滿滿的 感覺不是每天在過年啊 哦,機會牌 哦,不得了啦 哇,有可能一口氣反打 兄弟啊,讓我們見證奇蹟的時刻 到啦 哇,還在滿大的啊 再一次就好 哇 哇,這個就猛到不行啊 回來的爆垂龍 哇,這個今年下半年都在輸啊 難得來到2500枚 而且還是五分台 下一站 哇,嚼龍啊 天空的王者 十三頭啊 敷了十三頭啊 好,下一站 毒怪龍 那這個毒怪龍啊 其實也滿有趣的 他很容易自己進入麻醉 或是中毒的狀態 啊,明明他就是有毒的魔物啊 加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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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那就實戰終了啦 120G 7G退場 那砍了那麼多龍 我們來吃個烤肉 再加個泡菜鍋 人生不就是如此嗎 最後影片製作不易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與鼓勵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囉